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 吴磊并不是长歌行的原定男主,就场出演反而成经典。 就问谁看剧时,没有被单手骑马的吴磊帅道? 其实吴磊并不是长歌行的原定男主。 在开拍前,导演本想找去储肖出演阿施勒笋。 奈何他自己不争气? 刚进组一周就黑料不断,遭到了网友们的强烈抵制。 导演只好迫于粉丝和投资方的压力,换掉了屈储肖。 可找谁来揭演草原战神? 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。 结果没等到导演找到满意的人选,就有吃瓜群众替他想好了。 直接爆料由肖战出演,幸好肖战公司及时辟谣澄清。 最后,还是制片方在开拍前几天,找来了吴磊救场。 一开始导演还担心。 吴磊驾驭不了在外孤狼这类角色,但他明显是多虑了。 吴磊不仅形象符合阿斯勒笋,演技还十分在线。 当别人还在骑假马拍戏时,他却能轻松驯服真马。 在新剧中,更是不用威亚就能飞身上马。 在拍摄杨姆自吻的戏时,直接一镜到底。 他把阿斯勒笋的悲愤与不满,演绎得十分到位。 而接下来,他下跪那一刻的屈辱和绝望,更是让不少观众共情。 不愧是能被央视点名表扬的演技。